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特朗普大胜超级星期二后 令欧洲由困惑转为忧虑 观察人士指出特朗普在初选过程中攻城掠地 是对传统政党忽视民粹主义者的一项警告 德国外交部长斯坦迈尔谈到美国总统竞选中 弥漫的恐惧政治时 几乎不加掩饰地指向特朗普与欧洲煽动者的兴起相提并论 金融时报专栏作者沃尔夫表示 特朗普当选总统将是全球灾难 称他严重不适合 而法国费加洛报也在头版社论中指出 他本身的举动来看 特朗普足资警惕 此外许多美国共和党内的资深党员 也曾在联名信中公开批评特朗普 共和党人罗姆尼表示 特朗普的种种政策不仅会让共和党岌岌岌可危 也会威胁到美国 美国防部近日发表声明称 将启动一个网安漏洞报告计划 并邀请一些黑客对其网站进行攻击 以便发现并修补漏洞 美国防部此次启动的网安漏洞报告计划 名为黑掉五角大楼 这是美国防部乃至整个联邦政府部门 首次启动网安漏洞报告计划 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 有意愿参与这一计划的黑客 需提前向美军方报备 待通过背景审核后 参与测试的黑客将获得一定的权限 可对美国防部的网络系统发动攻击 并汇报存在的漏洞 声明称 美国防部的核心内部系统并不在测试范围之内 参与测试的黑客将会获得现金 及其他形式的奖励 这一计划将从今年4月起正式实施 军方计划招募上千名职业黑客参与测试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今天美国劳工部发表2月非农就业人口报告 称2月总计新增24万2000个工作 高于市场预期 并实现连续73个月就业增长 美国劳工部同时修正去年12月及今年1月的新增工作 前者由26万2000修正为27万1000 1月份由15万1000增修为17万2000 两个月总计多增加了3万个工作 另外由于美元强势造成出口衰退 以及油价降低影响能源部门的投资 制造业2月份减少16000个工作 根据劳工部的报告 2月份平均时薪减少3美分 虽然较去年同期增长2.2% 但未能维持1月份同比增长2.5%的幅度 美联储期待时薪增长幅度能超过2% 以表明经济复苏 脚步加速 有助于提升通胀率达到美联储的2%的目标 据报道 美国科学家近日表示 由于海洋温度升高 美国南加州渔月将遭遇寒冬 鱿是美国加州商业捕鱼中产量最大的水产之一 但在过去几个月 鱿在南加州的水域里基本消失 海洋学家表示 海洋水温升高 鱿和其他鱼类已经迁移到更往北的海域 因为那里的水温更低 专家们表示 异常的水温变暖 特别是一种他们称之为水炮的现象 是导致由于大量消失的原因 水炮现象使得水温高于常态水温4摄氏度 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当水炮现象让表层海面升温时 另一种天气现象 厄尔尼诺 也在令深层海域升温 加拿大方面 据近期民调数据显示 尽管大量接收难民导致赤字飙涨 但联邦自由党政府的支持率 却比去年联邦大选投票更高 据近期公布的报告 上个季度 联邦自由党在加拿大选民中的 平均支持率为46.6% 比去年的选举日高了7.1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 联邦保守党 新民党的支持率 皆出现下滑 就地区来看 自由党支持率增幅最大的省是魁省 在大选结束时 自由党在该省支持率为36% 而在上个季度则大幅攀升到48.3% 增加12.6个百分点 评论指出 尽管自由党在上台之后出台的一些政策 例如大量接收难民 赤字大幅超过预期 以及坚持不缩减 刺激经济开支等保受争议 但从数据来看 国民还是认可了该党的执政成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留意 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你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雪桥 不要走开 继续为您带来问您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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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